以十二更天 石永恩艰难地朝营外走去 走着走着 忽然听到脚步声 却见两个民夫正在快速奔逃 一下子就跑过去了 直奔赵汉大营的方向 不多时 又有几个民夫从附近逃过去 什么情况 张献忠怎会疏于看管 任由民夫奔逃 暴露自己夜间撤退和设置伏兵的消息呢 难道是逃跑的民夫太多 张献忠又在忙着撤军 真的就管不过来 极有可能 而且属于战争常态 石永恩无比迷惑 赵汉这边同样迷惑 赵汉面前跪着两个民夫 也不知他们是否奸细 懒得费功夫令其站起来说话 张献忠真要连夜撤军 被你们发现了 还让你们逃出来给我报信 赵汉皱眉问道 一个民夫说 赵天王 我们真没说谎 另一个民夫说 天还没黑透 八贼就让我们搬运粮草 全部往西北边那处山沟里搬 肯定是想着晚上带兵逃走 赵汉又问了许多细节 挥手让人带他们下去 李正还是那谨慎的性格 问道 要不要分开审讯 赵汉摇头说 不用 这两人是真民夫 再神也审不出结果 现在可虑的是 张献忠是否故意放他们走 引诱我们攻进大营 却在大营里设服突袭 又或者引我们追进山沟里 在山沟里设服袭击 卢相声说道 先以数百精锐部族和骑兵袭营 试探敌方大营是否有埋伏 不论如何 先把贼军大营战了再说 对 稳扎稳打 暂时不要追进山里 李正说道 萧宗贤举着蜡烛 把烛火凑进黄州府地图 问道 张献忠会不会不往西北逃 他要么往西北出山 要么往北边翻山而出 不管走哪边 都是被咱们一步步包围 李正说道 萧宗贤指着一处地图说 这里不就有大片空档吗 已经归队的王辉解释 那里是一片沼泽地 大军根本不可能通过 就算能通过此处 数万大军也得两三天时间才能过沼泽 而且除了沼泽 距离我军主力也不远 轻轻松松就能追上 他还不如往西北逃呢 赵汉重新观察地图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张献忠留在大营 那就是死守 往西北逃 往北边逃 最终都要往西渡河 正好中了赵汉的圈套 调集各路军队一步步将其维艰 如果自己是张献忠 会怎么选择呢 似乎没有选择 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 正西方确实有到山谷 穿过山谷之后向西南 将面临大片的沼泽地 那里距离赵汉主力得非常近 一时半会根本无法脱离沼泽 若被发现比半度而机更加致命 懂打仗的人根本不可能走沼泽 可赵汉就是感觉不对 因为张献忠不可能这么容易对付 就在众人商讨军情之时 又有几个民夫被带来 有人说张献忠的精锐不足提前进山 可能会在山沟里设置埋伏 有人说张献忠的精锐往北边去了 很可能是要强行翻越横岗山 前后三个信息都能互相印证 却让众人更加不解 李政说道 我建议先攻占敌军大营 天亮之后再分兵追击 不足近山小心前进 骑兵绕向出山通道阻截侧应 王辉提醒说 敌军精锐如果往北进了横岗山 广继城也不能放松警惕 张献忠随时可能杀个回马枪攻城 卢相声也感觉有些棘手 张献忠在迫使我们分兵 也是故意泄露消息 让我们不敢进山追击 好给自己撤军争取时间 他夜间大军撤退 又带着许多粮草 即便设置伏兵 只要我们追去 也有可能导致他大军溃逃 但我们也不敢赌 谁知山里是什么情况 万一撞进伏击圈就麻烦了 李正补充道 赵翰的脑子有些不够用 不仅将领们缺乏大战指挥经验 他自己还不如麾下那些将领呢 赵翰只能问卢相声 卢将军若是张献忠 会选择怎么打 卢相声自己思索到 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设置伏兵 分兵北上 故意泄露消息 让我们追也不敢追 就算追还得紧防偷城 赵翰暂时不去想 下令道 立即派几百人袭营 若无敌营当中伏兵 占领之后立即堵住进山通道 夜袭部队冲进张献忠大营 发现外围全是空营 里面一圈却有大量民夫 而且越来越多民夫 发现张献忠的大军已经离开 于是拼命朝着赵翰的大营逃命 喧闹而混乱 赵翰就算想进山追击 也暂时被民夫给阻住道路 天下大同 石永恩虚弱叫喊 伸手抓住路过之人的脚踝 那夜袭战士吓了一跳 正准备抽刀砍去 听到天下大同又收回 蹲下去说 你先放开我的脚 过会儿就有人来救你 石永恩惨笑 同志 我等不及了 我有紧急军情汇报 你是大同社的 夜袭战士惊道 石永恩的脑袋愈发迷糊 强打起精神说 回去告诉赵先生 张献忠多半要走沼泽 那边我去过 沼泽地边缘 是有农户和水田的 数万大军带着粮草 不容易通过 只带骑兵和马队 却轻松得很 夜袭战士哪还敢怠慢 呼喊着同伴过来帮忙 一人背着石永恩回去 一人飞快跑去报告军情 石永恩对背着自己的战士说 我快撑不住了 麻烦告诉大夫 赶紧把我这条胳膊锯掉 晓得 你别睡过去 战士叮嘱到 石永恩以为自己会昏迷 没想到一路居然清醒着 他都有点佩服自己的意志力了 要是能活下来 或许可以做官 立这么大的功 怎也要安排个小官做做吧 石永恩是读书人 可惜秀才都没考上 赵汉那边得到消息 包括卢相声都感到疑惑 卢相声百思不得其解 若是只带骑兵和马队走沼泽离开 张献忠那几万精锐部族和粮食都不要了 对啊 哪有这样打仗的 李正更加猜不透 以他的性格 就算全军战死 也不会扔下几万部众 他能干出这种事吗 赵汉问道 以前干得出来 可现在他有地盘 怎能 卢相声说着突然灵光一闪 张献忠在西北山沟里 肯定设了埋伏 又能持至我军 又能尽量保住粮草 他北边翻越横港山的精锐 也是真派去了 可视情况回击广际城 也可视情况绕向西北边 就算我军杀去 那些精锐部族也能全部钻山钩往北边逃 我军彻底包围这些人至少要好几天时间 王辉迷惑道 但他直接从西北山中通道顿逃 不是能起到同样效果吗 而且还能逃得更快 他的骑兵和马队 穿越沼泽地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绕后攻击我们 肖宗贤也想不明白 卢相声盯着地图思索好一阵 突然握拳说 他想带着骑兵 一夜奔袭数十里 去突袭我军围困其周的部队 若是给他奔袭成功 下一个目标就是武家学 那里有我军的粮草 如果被他搞成了 我军粮草孔被烧的金光 众人恍然大悟 又觉得张献忠真是凶残 张献忠肯定做好了部署 一旦山中步兵撑不住 在钻山逃走之前 多半要把自己的粮食也烧了 而他则去奔袭烧毁赵汉的粮草 这种打法 大概率两败俱伤 大家一起失去粮草 而且 张献忠的骑兵和马队 在烧毁武家学粮草之后 很可能不回去跟步兵会合 他将继续往东杀去 在赵汉的腹地烧杀抢掠 以战养战裹挟百姓 精锐部族则一路翻山越岭 根本就不选择渡河 半路肯定要饿死许多 但能回去多少是多少 总比过河十倍半度而击更强 卢相声咬牙切齿 这丝又变成流扣了 这是流扣惯常的打法 赵汉迅速做出决策 李正带兵 骑罗子前往赤龙湖 坐船返回齐州救援 卢相声率领骑兵 静止向南奔到长江 卡住从齐州到武家学的去路 再派快骑告知武家学的镇长和农兵 让他们警惕有贼骑奔袭 赵汉想一步步包围张献忠 张献忠却主动一分为己 一大半民夫扔给赵汉 剩下一半民夫随时准备扔 几万精锐部族分成两部分 在埋伏之中时刻准备进山逃窜或打游击 至于张献忠的粮草 估计引火物都准备好了 全部烧掉都不留给赵汉 而张献忠本人 率一万多骑兵和马队 还牵着几千头空螺子 先是从正西的山沟穿过 再从沼泽边缘行军 通过沼泽地之后 绕着赤龙湖飞速奔袭齐州 齐州城市张献忠的地盘 与守军前后夹击之下 而且还属于夜袭 赵汉的围城部队很可能崩溃 李正带领全军骑罗 拼命往赤龙湖赶去 真的在拼命 拼罗子的命 罗子的耐力极强 但不擅长快速奔跑 强行加速行军的话 就算跑到目的地也得倒闭 在罗队之前 还有几匹马瓦里马 作为信使奔往赤龙湖 在换船前去齐州城外 给有军报信 张献忠在天黑之时就出发 但他需要穿过沼泽边缘 还要绕着赤龙湖奔袭 而赵汉派出的信使 拖到二更天出发 却可骑马 坐船直线前进 谁更先赶到齐州 还真不好说